准备进入下一题 长岛有151个岛屿 这其中只有10个是有居民的 换言之还剩下一百多个岛屿 上面是没有人居住的 我们带大家去看看这些岛屿上 它的生态环境以及生灵 在长岛有一座无人岛 恰好坐落于全球候鸟迁徙的 重要通道上 而海鸥就是这座岛上绝对的王者 这万鸟齐飞的壮观场面 可以说是这里的常态 不仅仅是海鸥 东方百卦等珍稀鸟类 听门长岛山好水好 鱼儿肥美 也慕名而来 在长岛安乐家 每年数以万计的途经妇鸟聚集此地 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万鸟岛了 那么问题来了 每年冬天海鸥会全部迁徙离开 这是真的吗 听听 请问 每年冬天海鸥会全部迁徙离开 这个描述是真还是假的 这描述中倒计时 假的 我在冬天见过海鸥 不知道海鸥是东候鸟还是下候鸟 评显一下 校园队假的 探险队假的 挪威的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 我印象我在挪威的海边也看到了海鸥 因为我是学鸟类学专业出身的 可能这个鸟类当时在繁殖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不可能和同伴一起同时期地牵走 比分的悬念是拉不开了 关键是都对 还是都错呢 验证下 海鸥是一千玺候鸟 每年十月左右 成群的海鸥会举家 千玺前往别处越多 但随着长岛生态逐渐向好 每年冬天依然会有大量的海鸥 留在此地安家定居 并不会全部迁徙离开 你答对了吗 答对了都答对了 各次都加上20分